哈囉大家好,我是滴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摩根斯到底爆了什麼新聞 讓黑屋子忍不住動手 就開始我的推理 之前分析黑屋子是因為冥王才動手的 但我似乎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956漫畫中是在講大新聞 也就是黑屋子是看著新聞才有所行動的 所以重點就在於 摩根斯在新聞裡面寫了一個 可以讓海軍有所作為 而黑屋子就是要去跟海軍硬碰硬 但這東西不算是太重要 畢竟黑屋子海賊團看到一個刺拳就落跑了 所以我們可以得知的是 這東西海軍並不會派兩個以上的大將 或者是根本不會 所以是冥王的機會可能低了一點 畢竟冥王這東西那麼重要 派出三名大將可能都不意外 那如果不是冥王的話是什麼東西呢? 我目前並沒有什麼方向 但這裡可以猜一下 這東西可以讓黑屋子海賊團加強實力 海軍必須防止這件事情 黑屋子所說 與其讓給海軍 還不如自己拿走 拿走這個字眼 讓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沒有生命的 也就是說這東西並不是生物或是人類 而海賊王不是生物或人類 值得黑屋子去搶的東西 目前比較有可能就是果實或是冥王 但如果是果實的話 這個果實必須特別的強 因為艾斯的燒燒果實 當初海軍就沒有作為 而黑屋子海賊團 畢竟是掠奪果實的海賊團 所以有派巴吉斯去搶奪 如果是果實的話 強度必須高於燒燒果實 海軍才有所作為 但我還是覺得冥王的機會高了一些 但如果是冥王的話 摩根斯到底怎麼知道的 這就是整件事情神秘的地方 你認為摩根斯到底報了什麼新聞 讓黑屋子有所作為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